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寫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迷失在討論的海洋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所以也許我沒有 其實我們前期花很長時間去溝通 我大概理解大家在做什麼 以及大家理解我想做什麼 所以其實是花了蠻久的時間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大陆也大概看了很多字 然後有一點嚇到大家 但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影音和更有趣的圖像 然後所以其實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材料 它跟食物有關 它不只有食物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怎麼讓這些材料可以讓更多人食物 然後以及讓更多人可以在那個材料上 再繼續的去增加 所以它其實是 這個後來是有梳理到這個 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有講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食物圖鑑 就是它那個概念 有一點像剛剛有講 像零件那種東西 它是跟用戶友善 就是說它是跟土有關的 它不是豬 打出來很多字 它是食物的 然後是圖鑑 可是那個 我們又希望它是 就是是希望是可以共筆的 就是它的 就是你把你跟食物的故事 你的那個家庭 跟這個食物的故事 也許可以放上來 所以這個是最開始很基本的一些討論 這個是相對後來的一些結論 然後那還有就是 其實有講到一個 就是使用者 剛剛有講到說 使用者體驗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 首先它的用物 就是我剛剛有講 其實是可以給中小學生 可是事實上的話 我們希望這個東西 給中小學生的同學 是老師可以介紹給的 但是我們其實討論的時候 也有講說 如果說 然後藝術化台灣的朋友 他如果對 就你們在教訓中 跟食物相關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歡迎加入到 我們後來的 未來的討論裡 然後 讓我們更了解 說老師的程序就是什麼 然後那 如果有大體驗 就是需要技術的幫忙 所以大家如果 就吃有興趣 然後在台灣的食物有興趣 然後我們會加入 那我們 如果後續聯繫的話 我在這邊有一些 就是 Food License 是一個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討論 就是剛剛 非常非常速度 然後 非常棒在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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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